我他媽自己的都寫不完 我都會要衝男小啦 不覺得耶 幹什麼現在都講一點奇怪 都幹什麼都講一堆寫不完 幹什麼都寫不完啊 我想要偷你的講 我們要衝刺囉 我們今天目標是什麼啊 雷文姊 第四章 對啊 我們現在要看念標題 從第三個看念標題 我也知道了 太小了 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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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下一個囉 再來講那個 複數 複數這邊有幾個要注意啊 複數其實是貴了耶 你們覺得 起來囉 A car moving and a concentrate travel 嗯 洗手 嗯 洗手 洗手 這什麼 現在嗎 口水可以嗎 School 有一個在外面 找一下 剛十九億嗎 有一個在外面 對啊 你找到 欸 起來囉 Sat的導致數耶 那很簡單 可以不要拖人家的東西嗎 好來囉 我們現在要講一點複數喔 那複數齁 全G的flexion into n 文傑 你把你贏了嗎 你把你贏了嗎 好 複數的定義 你把你贏了嗎 他說色音一為實數 A B為實數 然後分解成兩個 兩個區塊 這個是實數 這也是實數 A B B 數 然後呢 他跟你說 我們全G為這樣的形式叫做複數 然後呢 前面這個 A為他的實數 B為他的虛數 喔 這是實數 然後這是虛數 欸 你們還記得 為什麼要複數這個東西出現嗎 為什麼要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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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嗎 因為 因為愛情 來 為什麼 你剛才講答案 因為我們以前在解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時候 你應該有印象嗎 f 平方-2x 加 3 之類等於0 你是不是可以一定用s 怎樣去用公式解 2a分之負 b加減根號b 平方-4ac 去解嗎 一定會有答案 但你會發現 有一些 是沒有辦法算的 哪一些沒辦法算 就是你根號裡面的判別式 如果小於0的話 是不是開不出來 對不對 那數學家就會希望 我們如果今天所有的一元二次方程式都有答案 那世界上就好了 世界上就很完美 所以我們就為了要讓所有的一元二次都能算 所以我們發明了一個數 開轉我們的數域 發明一個數叫負數 然後分成實部跟虛部 那這負數是什麼來的咧 我們舉個例子 f 平方 如果今天加1等於0 用你僅有的數學 嘗試出來判斷一下 不論哪一個實數帶進去 無論正 無論負 無論0 無論有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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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理數 帶進去一定大於0 加1怎麼可能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勢必 這是有違背常理的嘛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實數 那1到減呢 來我們解釋給你看 2a分之負b 來囉 2a分之負b 沒有b就是0 加減根號b平方 平方 減掉4倍的4乘1 4倍的ac 這樣什麼 所以就變成2分之 正負根號負4 那你如果今天要真的繼續運算下去的話 負4就要你開出來 那我們定義 只要開出來 負1 開根號 我們就定義它叫做i 所以負4開根號 我們可以把它寫什麼 根號4倍的i 這樣子 你就可以把它開出來 那我們又知道 根號4等於2 所以就變成加減2i 除以2 就變成加減i 這樣可以嗎 這我們以前不能有解的s平方 加1等於0的 我們現在全部都有解了 只是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的數字 叫負數 你也可以叫它只有虛數的部分 叫虛數 可以嗎 所以我們定義 根號負1等於i 它有一個規則 我覺得你們要畫一下 就是那個 最下面有關i的問題 這邊 它有一個規則 你們有沒有發現 根號負1 如果定義它叫做i 如果今天叫它平方 i的二次方 就變成根號負1的二次方 是不是就會變成負1 主選1 對吧 i是根號負1 i的二次方 就變成負1 那如果今天變成i的三次方呢 是不是又變成負1 再乘以什麼 再乘以i 所以你可以把它表達成負i 如果i的四次方呢 是不是兩個i平方相乘 對吧 是不是變成負1 乘以負1 所以等於1 那再來呢 i的五次方 有沒有發現 又回來了 它可以寫的什麼 i的四次方 乘以一個i 所以就是什麼 這個叫做1 所以是不是又變回了1 所以它會每四個一循環 這是i的回律 可以嗎 它會每四個一循環 這是講義三文寫的 你不用這個圓背 你就乘一次就好了 好不好 再來有個註解 我覺得非常重要 叫虛數不能比大小 講清楚 虛數不能比大小 這邊寫一下 每次講義講理 鐵頭 鐵頭 這個要寫到一起嗎 鑽有名字 鐵頭 鐵頭的女朋友 跟Chris Chris 跟女朋友 誰比較漂亮 你沒有女朋友 趕緊一起試 是不是沒有辦法比較 為什麼沒有辦法比較 因為不存在的東西 沒有辦法比較 我們實際上 真的有一個東西 開根號 會等於i嗎 真的 我們真的有個東西 平方之後 加1 會等於0嗎 實際上找不到這個數字 可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 所以不實際存在的數字 就沒有所謂的 大小可以比 也沒有三個一比 聽得懂嗎 可以嗎 你就說如果人家問你 2i跟3i 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不知道 因為它沒有大小的概念 同樣的 1加i跟1-i 誰比較大 不知道 沒有大小的概念 可以嗎 虛數沒有什麼好比 大小 因為連有沒有存在 都沒有知道 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負數的相等 如果我們要說這兩個 負數相等 什麼才叫相等 就是長的完全一樣 才叫相等 這叫廢話 來我們寫一下 他這邊有很親切的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他就說 我如果 a加bi 等於 c加di 而且 來囉 a b c 都屬於什麼 時數 什麼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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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乘 可以嗎 這就是我們以前的那個 有理數 無理數開通的很像 只是因為你現在有 i有負數 所以你的 abc 乘要怎樣 就要是 實數 可以嗎 你當然可以更的巧 有理數可不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好吧 你可以比較一下 那順便把 那個比較重 跟我們以前這個很像 我們以前是什麼呢 我們以前是 a加b 根號2 等於 c加 珠 根號2 如果 abc 珠都是 有理數 則 a一定等於c b一定等於珠 這就是我們以前做學的 可以嗎 如果 他有無理數 要確定 a跟c一定相等的話 那我們的理念 一定不能是無理數 一定要是有理數 可以嗎 這樣 無理跟無理 才會完全隔開 好不好 就怎樣 他最小的 再找一個看有沒有比較難 再來 共2負數 我們講一下 什麼叫共2負數 很簡單 他的虛部相差一個正負號 我們叫共2 舉個例子 3加2i 這個是負數 那他的虛部 注意喔 虛部有沒有i 虛部沒有i 虛部跟實物都指 實際存在的 係數不正 來 你看 他的共2負數 我們直接用視覺符號形 共2負數 就是上面 蓋一個ba的意思 他的共2負數就是 3-2i 你會發現 只有後面虛部的地方 正變負 然後呢 反過來就是什麼 負變正 可以接受嗎 這叫共2負數 這叫共2負數 很簡單 刷 快看聲音了 這裡沒有寫根號相成 那我們來補一下 來 我補一個 平常常做的預算 因為他這裡沒有寫 就是寫 也沒有 然後來補一個 我們常常會有一些運算 以前 幫我燒一下 如果以前後 a跟b都是實數的時候 那你一定有個性質叫什麼 根號a乘以根號b 因為根號裡面都是正的嘛 那可以合併成根號ab 有沒有印象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是根號a乘以根號b呢 那你也可以把它寫在根號裡面 a除以b 可以嗎 因為現在b不是0嗎 我都寫大為0 ok吧 這是以前的性質 那今天 如果今天ab有小於0的情況 這個就不一定了 這個就不一定了 我們舉個例子給你看 假如今天 a大於0 然後b小於0 一正一步 那根號2乘以根號-3 對不對 這是3i 根號3i嗎 它就不會等於什麼 根號2乘以負3 直接 好像太直覺了 我們再寫一個直覺一點好了 來 這兩個都改小於1好了 更快 根號-2乘上根號-3 兩個小於1好了 然後呢 它不會等於 它不會等於 根號的-2乘以負3 我們做一次給你看 如果你今天把左式 稍微乘一下 你會發現 我們會先把它換成根號2倍的i 對吧 因為負根號1就是i 然後呢 乘上根號3倍的i 對吧 為什麼 然後呢 數字的部分相乘 就是根號2 根號3叫根號6 i i 剛剛已經講了 i跟i的平方 是不是叫負1 所以它會變成負的根號6 可以嗎 可是這裡呢 根號如果裡面先運算 是不是負會得正 它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根號6 很明顯 是不是不相等 可以嗎 當兩個都是負數的時候 虛部會怎樣 會使得i i變成負 會相差一個正負號 就不能用 根號a乘以根號b等於根號ab來表示 如果今天都能選擇提出這個選項說 根號a乘根號b等於根號ab 當然是錯 因為要確定ab都是大於0 懂我意思嗎 如果有負數那就不一定 好 再抄一個 除法可以嗎 除法當然不行 乘法都有例外 除法怎麼可能都沒有例外 因為除根成的本質 因為這樣不會差太多 那除法例外是什麼呢 我們也抄一個 當a大於0的時候 那當b小於0的時候 那當b小於0的時候 好啦 就得了 那這個例子吧 根號的 根號的2除以根號的2 你沒有講範例子的類體練習 沒有 範例子的類體練習 沒有 沒有 沒有講 你要聽到 對啊 我不行不跟不講 來 我們先寫下一個 齁 根號 那就直接除就好了 不知道陳開除就好了 直接硬除 根號的2分之3 這兩個也不相等 來 為什麼不相等呢 我們來我們左右試算自己看 這個我要把它先變成什麼 根號3i 是不是變成根號2分之根號3i 那我們要有理化喔 看 i在下面 怎麼讓它變在分子 我們分母不要有那個i在存在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變成分子 很簡單 我們會上下同層i 因為像是有理化去做化解 ii是不是變成負的 是不是會變成負的 根號3 然後咧 上面是不是變成根號2i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Gina可以嗎 這個咧 這個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 負號拿出來 變成根號 2除以3i 那這個呢 因為是實數 我只單看旁邊的這個系數 是實數 是不是可以參與成根號2 根號3i 你有沒有發現 這是正的 這是負的 所以它不相等 可以接受嗎 除了這兩個特例以外 其他都符合 根號a根號b等根號ab 根號h根號b等根號b分之a 只有這兩個東西 其他都可以 這個你拿出來抄起來 你也講一唱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Otherwise都可以 好 再來 找下一個 yes 下面有關i的問題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告訴你 每次可以循環 你會發現 i的平方等於-1 i的三方等於-i i的四次方等於1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可以嗎 那第二小題你也可以自己推 對 i加i平加i三方 加i四方會等於2 為什麼呢 因為i i平方是不是就是加-1 i三方是-1再多一個i 所以是不是加-i i四方是不是加1 直接砍一砍 你願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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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得到 對不對 其實還蠻要發生的 好不好 那剩下後面那些其實都一樣 就是你把它帶進去就會發生 可是有一個我覺得要講一下 就是那個第五跟第六 我覺得你要乘一次看看 第五跟第六是一個 這個其實沒那麼直覺的東西 都跟你原本的那個承法公司 有點相違背 你看喔 1加2i 它是1加2好不好 1加i的平方 你去做展開 是不是變成1 2ab 是不是叫2乘以1乘以i 什麼叫2i 之後再加上i的平方 以前都是這樣嗎 會有三項 可是現在呢 i的平方 當我們知道它叫-1 是會跟前面的1 抵消掉 會只剩下 敘述的平方 可以接受嗎 跟你的直覺稍微相違背 第五點第六點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一下 來囉 欸 行嗎 可以喔 欸 你們以前 有學那個 沒有講那個 有理其術齁 如果今天一個多項是 叫Axn次方 然後 嗯 剛剛想 Ax an-1 xn-1 它是一個多項式 它有很多的多項 很多的多項 很多的多次方 再次次方 那今天呢 它的所有係數 A0 A1 一直到 an 它都是有理數 都是有理數 有理係數嗎 搭 那它的更 跟 那鐘是什麼 вопросы 就跟到 這個 一下它打入 流動 那種寫 五里根 B成就 成縶 對 0 2 3 4 4 4 你看 假如有個根叫 S-√2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 √2帶進去是不是一定會變成 哎呦你看 √2帶進去一定會讓部分的有理數 等一下 乘以根號2的四方的關係 是不是出現無理數的狀況 因為有理乘無理數就會變成無理數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對吧 所以為了要讓它係數是有理數 一定要有一個根叫 X加根號2 只有一陣一附的情況下 乘開來 它才會所有係數變成有理數 我乘以這點看 這裡說是X平 -√2再加根號2 是不是中間想全部抵消掉 √2 √2 是不是變成-√2 所有係數是不是都變成有理數 只要今天你有一個 √3 結果呢 你的其他係數都是什麼 有理數 那你會出事嗎 變成S-√3 -√3 X 然後呢 又-1倍的X 再怎樣 再加根號3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無理數 沒有辦法用平方差 以正一附的方式去提消 只要你的係數 一定會出現有理數 對吧 所以 當所有係數 都是有理數的話 它是一個多強的事 所有係數都有理數 只要你的根一定怎樣 有無理根 那一定要成雙成對 就是一定要有個正 更號2 那一定會有個負更號2 懂我意思嗎 那這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推廣到我們的虛數這邊 好 那虛數是什麼呢 如果今天 LX 一樣 它是一個多項式 AN 我把它抄一點 抄GX 好 GX 是 BN XN 然後點點點點 一直到B0 它是一個多項式 而它的所有係數呢 B0 B1 一直到Bn 都是實數 可以嗎 那你已經知道了 如果今天 它是X的N次方乘4 它有可能怎樣 有可能有虛根嘛 像S的平方加1等於0 是不是就已經有虛根了 對吧 所以呢 有虛根的話 它也必須要成對 要不然它的係數 一定會有I跑出來 所以你放心一下 虛根必成對 十係數多項式 虛根成對 那如果今天是 有理係數多項式 則無理根必定成對 就這樣 可以嗎 這蠻重要的寫下 我要解 我要解翻例13了 解翻例13 這個感覺到後面 它還可以再縮小的空間 你看 有理係數 無理根 實數 因為實數比較多 實數有有理跟無理 可是它虛根就怎樣 是不是要成對 為什麼虛根要成對呢 我們也舉個例子好了 像 X-I 跟 X-I 有X-I 它必須要怎樣 一定要有根叫 X加I 一樣用一個平方 它就把它劃成掉 你會發現 這是 X平方 -I 加I底小 是-I平方 那 I平方是-I 減掉-I 就會變成什麼 S平方加I 這樣就會全部的係數 都是什麼 都是實數 如果今天沒有這樣 這樣呢 有X-I 可是我沒有X加I 那我們就來個 隨便用的根 叫X-2 你乘開來 你會發現 是不是虛部的部分 你會留下來 -I 又-2 所以是-I 加2 倍的X 之後呢 再加2I 所以你的係數 就出現了什麼 虛數嘛 對不對 那你就沒有辦法 說明它是一個實係數 就是相似 為何讓它沒有虛數 我們一定會用什麼 平方差的方式 讓它抵消掉 這個就叫虛根成對 而且呢 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虛根成對 一定是什麼 共2根 一定是1根加I 另外1根 1根加I 1根就一定是減I 叫共2根 它還可以再縮小一點 它可以再縮小成什麼 假如今天有一個FG FG X X X 它叫ANXN 然後一直叫什麼 CN 來 CN XN 一直到C 可以嗎 然後呢 所有的係數 全部都是整係數 都是整數 那你的 有理數 就必須要成對 你知道人家懂嗎 有理根叫成對 那有理根成對 就是有一根叫X- S-2分之1 另外一根一定要X-2分之1 另外一根一定要X-2分之1 這樣對嗎 好 應該說 你的根嘛 一定要是整數 應該這樣子寫就好了 你的根就必須要 α β γ這些 都必須要是整數 因為要是出現了分數 就會可能怎樣 會造成你的係數跑出去 我們的整係數發尾 好 爽 這樣嗎 就這樣 好 親愛的朋友們 接下來我們要算第13題了 好 來算第13 唉 看一下喔 他說 ab都屬於實數 喔 實數 然後呢 2加3i 除以a加bi 會等於3加4i 然後求ab的值 那明明的人都會發現啦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 因為ab都是實數 所以你在算它實步跟虛步的時候 是不是實步會等於實步 虛步會等於虛步 對吧 你的左右式的實虛步 跟各自相等 對吧 但你要小心喔 如果你今天有個衝動 上下同乘 a-bi 那這一題就不是很好做 為什麼呢 不是說不行 就是很不好做 因為你會發現 a-bi a加bi 可以跨減掉 但 它的數字都是未知數 所以這不是一個好方法 那我們要怎麼做比較好做 我給你一個建議啦 把這兩個對調 為了把這兩個對調呢 因為我們單純要求ab 把這兩個對調 ab用至0 所以 那你是可以把題目改寫成 2加3i 除以3加4i 會等於a加bi 很明顯吧 比較好算 那我們要如何化減呢 那也很簡單嘛 這是用平方差的方式去化減 所以齁 就可以乘以一個3-4i 4i2加3i 3-4i 好了 去化減齁 那下面齁 3加4i3-4i 用平方差是不是可以變成什麼 9-16i 变成9减掉16i平 那减16i平呢 就是什么 这是负1嘛 负1就是加16 所以下面分模变25 那上面呢 这个要慢慢算 2加3i乘于3减4i 不行就慢慢乘了 23得6 如果我是你 我会得到一个经验 有没有发现 2乘3一定是十步 i也一定是什么 会产生十步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先算这个 23得6 3i减多少 3i乘于-4i 是-12i平 -12i平就是12嘛 对不对 对这18 然后呢 加9i减8i 所以是i 你以后可以再算快一点 那下面呢 就是变成什么 25分之 18加i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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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病 蛮简单的 但你要注意哦 虽然很简单 可是你要小心 你不要 不要乘以A-DI A-DI會爆炸 会出现A平方夹B平方 会变得不好算 算 要讲一下类题 我觉得类题很重要 类题 我只想稍微口头提一下 你看下方的类题 他说A是实数 1-I是他的一根 知道A是多少 这里有一些人会有错觉 就是说 有一根是1-I 一定有一根是1加I 对吧 类题 我跟你讲 那真的是错觉哦 完全就不是这样 什么时候 他的虚根 才会有1-I 1加I 乘对 必须要是10 细数多像是 虚根才会乘对 我再讲一次 一定要是10 细数多像是 虚根才会乘对 所以啦 你看看 他有1-I 不一定会有1加I 因为他的细数 是不是有3-I 他也没跟你说 他的细数 怎样 全部都是10细数 他有3-I 所以你只能这样 你只能把1-I 带进去 今天都要讲什么 你帮我写一下 将1-I 带入 类题 你帮我写 你很怕 不怕吗 类题 你写一下 F1-I 等于0 然后带入 求A 好 你写这个小小的 Hint 自己做 2 3 3 他叫R1 就是副小麻烦 高费啊 不然听不过多的 档碗 好爽喔 诶 快讲完了吗 现在195快6而已 可以啦 可以啦 行吧 这个 拖向式嘛 并没有 诶 你们现在需要教哪里 神经 蛤 有需要教吗 诶 诶 诶 看什么队琴 看什么 不知道什么 那就爽 许大文房期 不老师一定要 从小文房期 不老师还在第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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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不老师还在第二张 不老师还在第二张 所以我讲 有就是曲线还有没有教 所以我曲线还有没有教 哈哈哈哈 Catch 他想说我们会顧虚了 这个我们 我们现在是要不虚了 呵呵 刚才故意 喔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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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太远了喔 好美了啊 可以把 好美了 我多年后整理的在思考 哈哈哈 看着我一向 然后就把那个槽下来 哎 这有主票 哦 这是还挺声的东西 哦 再引申一個東西就是 磁系數、多效、秩序跟必成對嗎? 那如果今天S三次方對不對? 寶貝寶貝 S三次方 它有根叫阿哈、貝哈、嘎馬有三個根 對不對? 那一定至少有10根 你可以接受嗎? 他就理我 像這樣 欸!你幹嘛理我? 欸!你我喔! 他就理我喔! 這還可以引申的意義 虛跟成對 如果十系數方式是虛跟必成對嘛 再用平方差的方式去削減 那如果今天人家問你說 喔!有一個 F of x 嗯,叫做多少 這個S三方 F of x 等於 S三方加3x四平 減7 它是一個 十系數的 多像式 對吧 十系數多像式 則 它有三個根 S可以等於 Alpha、Beta、Gamma 它有三個根 那Alpha、Beta、Gamma 至少 有一個 是十數 可以貼上嗎? 一定有一個是十根 可以見得 你想想看嗎? 如果有虛跟 有一個就有兩個 對不對? 可以嗎? 有一個就一定有兩個 因為他贏到成對 要不然不會十系數 那反過來講 就是什麼 如果今天三個都是虛跟 那 是不是一定有一個人沒有配對成功 這種感覺就是什麼? 長得帥的人 一定會有一個女朋友 對不對? 那如果大二長得帥 那是不是都要配對一個女朋友 但是三個人怎樣? 不可能 剛好都成對嘛 就是這種感覺 好不好? 所以至少有一個人是十根 就是至少有一個人醜嘛 對不對? 因為兩個兩個配 但是就會有一個人落單 那是在街頭嘛 就會留下來 就醜嘛 好,所以至少有一個是十根 好,我就這樣 好不好 我真期望 剛才鐵頭我開尾P到人 不會啦 鐵頭人那麼好 直接扣 快點啦 我們剛才 上十一、十二 現在連十四都還沒上到 我自己錄影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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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不敢開尾P到人 好,至少有一個十根 好不好 再來我們來看那個主題姬 主題姬不交 為什麼不交 因為你又看了就知道 這個判別式大於0 兩相一十根 判別式等於0 重根 判別式小於0 有兩虛根 以前叫如十根嘛 現在叫什麼 是不是叫虛根 對不對 就是一正一負的虛根 而且叫共二虛根 可以嗎 因為它二二分之負P加減根號判別式 判別式怎樣 如果是虛數的話 是加減I的那種感覺 OK嗎 好,再來下面呢 是根與係數 補充的複習 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順便補充一下 根與係數的進階 根與係數告訴我們 如果一個二次多相似 叫AXP加VX加C等於0 這樣子 然後呢 它有兩根 一根叫α 一根叫β 則 兩根之核等於什麼 A分之負P 兩根之G B定等於什麼 A分之C 可以接受嗎 欸你們知道這怎麼來的嗎 這可以證明喔 你喜歡吃進階嗎 可以可以 我還有一個來的 我還有一個更暴力的 我問你喔 你知道根叫什麼嗎 是S等於2A分之多少 負P加根號判別式加減根號判別式 對不對 就看啊 看這個就好了 你看 一根是加d 一根是減d 所以就是2A分之負P加根號判別式 加上2A分之負P 減根號判別式 這兩個抵消掉 2A分之什麼 欸不好意思 這是2A 不好意思 是不是2A分之負P加2A分之負P 是不是2A分之負P 那就是2A分之負P 變成A分之負P 可以接受嗎 同樣的道理喔 你可以怎樣 2A分之負P加根號判別式 乘上2A分之負P 減根號判別式 一加一減平方差 你去做平方差 你就會發現 喔就是A分之C 直接撐開來 雖然很暴力 但是很簡單 好這也是個做法 好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還要補充呢 因為有些題目會問三次方 好不好 那三次方可以係數跟這個 也很像 但是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我們把它抄下來 來 來囉 如果今天喔 它是三次方 有αβγ 叫 x3 加 bx0 加 cx 加珠 等於 有三個根 叫αβγ 則它可以係數是 三根之格 一樣喔 等於A分之負P 那三根 c在這下面喔 αβγ 三根 其中間還有另外一個 兩兩相乘 αββγ 加αγ 會等於A分之C 跟剛剛不太一樣喔 A分之C 剛剛是那個最後面 現在不是A分之C 最後面了 那三根相乘會變成什麼 A分之 負D 那它有個規律是什麼呢 如果一開始是負的 因為一開始會連任是負D 則接下來會怎樣 會變正 之後再變成什麼 負 正負相接 我們把它抄起來 遮散四方可以 同樣道理四次方也貴了 四次方我覺得也不用抄了 看個小嘗試看看就好了 四次方太少考了 那一樣它有四個根 αββγ 那它的規律是什麼呢 四根之和 會等於A分之負B 然後呢 兩兩相乘相加 等於A分之A 等於A分之C 剛剛這個我唱 然後這個我唱 A分之C 再來呢 有兩兩就有什麼 三三 因為三三兩兩 好沒有 所以發生三個三個嗎 αβγ 加 加 你看 有點多 點點點點點 三個三個 等於A分之負T 正負相接喔 好再來 四個相乘 那等於A分之E 可以嗎 一樣喔 負正 負正 四個四個 可以嗎 四個四個 好就這樣 行嗎 我們還沒有做第十四題呢 我今天 一定會講完 你 喝醋 沒有喝醋 好來我們做一題 GoGoGo 你知道為什麼現在要一直讀嗎 我們學到數學老師已經擊敗兩年了 為什麼擊敗兩年 媽的 一直狂教 然後也不管你 天神地主 不然你也打得到 不知道 學到老師 我覺得學到老師在我做的一件事情 你教的好不好 志祺 沒有教我好不好蠻重要的 如果今天不考慮他教的好不好 我覺得做人的基本底線是怎麼 如果你是老師 你不能騙人 騙到 就說我說 就說 原生打得帥 那是真的 我也沒有騙過 可是你看 那些老師會腐爛的人 我覺得真的不行 他說我今天要考這個範圍 結果斷考的時候沒有出 我覺得就很賤 就跟他說我今天要考三四三 三四三沒有出 一題都沒出 然後學生就說 老師為什麼沒有三四三 我沒有 因為其他班沒有教導 幹 可是他考前的時候一直跟你說 我一定要考三四三 我覺得這樣就不行 那繼續說你們學到老師上幾次 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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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如果今天我出考卷 我一定寫到這 但我今天沒有出考卷 對 然後就沒有我的事了 欸你媽 你知道嗎 沒有問騙人嗎 嗯 他上次跟我說他考那個 橢圓啊 奧物線跟那個 雙曲線的尺櫃做圖 他們在學校 你們知道那個 雙曲線的尺櫃做圖 其實沒有很簡單 就是你第一次看 你第一次不出來 我覺得啦 其他人通常說 我有考喔 你有考 我這個機會看不見 不見欸 我想都很生氣 好 來看各位看 來看第十四 KC的整數 看起來 通常要整數正整數跟負整數 通常可能都要考論 好嗎 這是一個資訊 再來 X平方 我跟著 KX平方 加7X加1 有兩個相意識跟圈解答案 什麼叫相意識的 意思就是說 他的判別式是一定大於0 對吧 要不然會有兩相意識 最後呢 這兩根基 兩根成績圈解答案 兩根基 他的根基 你還想到什麼 小基基 你笑什麼 你笑什麼 根基 有兩個好笑 小 朋友 真的沒空太想 你才會被抓 你 你真的會被抓 你有沒有開玩笑 想到根基 我不知道你是小基基 我是沒有啦 好笑 想到成績 兩根成績 一定是什麼 根與係數 因為根係數就是兩根基 兩根核 對吧 這個自然而然就會想到 如果α β 那我們就把根基 寫出來 α加β 是等於k分之 負7 αβ 等於k分之1 這是兩根基 對吧 然後且介於7 1分之5到7 1分之6之間 則k是多少 那根據根與係數 我們可以得到 k分之1會介於什麼 71分之 71分之5到71分之6之間 這是提示1 還有第2個提示2 判別是大於 很多人都會忘記 但是請你到家裡 好不好 他不會給你沒有用的東西 除非是李文傑的老師 好 他有給我分數 我可以有畢業證書 你覺得很棒 來 那判別式是什麼呢 就是b平方-4ac 所以你的第2個條件 好像要做判別式 判別式大於0 是可以推得 b平方-4ac 要大於0 但你的k是不是就會有一個 可能的範圍 然後呢 再加上k是整數 所以那個範圍裡面 可能存在著唯一整數 可能一個 可能兩個 可能三個 我不知道 但是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列出來了 基本上 只要有整數 正整數 自然數這一些 或是負整數 有可能就要怎樣 要列出來去討論 有可能要列出來討論 好不好 那我們把這個範圍球給你看 這個會球嗎 71分之5 到71分之6之間 啊 這把我看 那我第一個給你看 這個有些人不太會 就把它倒過來 所以得到5分之71 跟6分之71 然後k分之1在它之間現在變k了嗎 那這個會變成倒過來 你就想 2分之1是不是大於3分之1 可是倒數的話 是不是2會小於3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可以嗎 會倒過來 K 然後6分之71 用看的也知道嗎 那這個時候會除一下 5乘以多少 乘以14是70 所以這14點多 也這樣 有一個有 相儘覺得 ogg 噢 今天好有人丟過我灌 你幹嘛每次好像有教過他 放火跟自己其實你可以想像他同一個人嗎 是同一個level的人嗎 差不多吧 對 你根本說要放火 不是啊這個 不是你就放火 我真的不想有負貧貴的人 但是他真的很爛 為什麼 這很爛啊 你說他亂喉亂叫 對啊 他沒什麼話只是水平 所以11點多 你知道他高中考到哪 好像從苗栗高公之類的 高公也好像蠻爛的啊 對啊 然後他找他跑去新加坡賭卒 我以為是跑到秦大去賭卒 新加坡 我想說秦大也可以講 來 切記49簡單嘛 所以是不是還有一個條件 是4k 小於49 我們請彩琴幫我們算好 4k小於49 5k是多少 講啊 7k 1728 他不會算數 你知道嗎 這個 成語 小於 小於 白色 那也會啊 0啊 對不對 很強的 找一個 他那個 research 他範圍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poundaries 多少 49 除以4是多少 48 48 48 所以12點多 對不對 我們用中文的數學 然後咧 1 交集2 因為兩個方法同時成立 會得到 你的k要介於 11點多 到12之間 喔 很難喔 台琴是多少 8 他還是整個數喔 8嘛 對不對 對啊 把這個game看看 是不是 k的值 就會有個fix的唯一值 叫k-12 好不好 可以嗎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看我們教14 我們一個小時交兩題 完美 看來跟鬼啊 欸我們教這個 我自己算一個小時 算了六題 你教了兩題 不是不是 我教題目 我還要講關念頭 好不好 一個小時 ok 來 我告訴你 動輯啊 可以 五個小時 好